所以我们在地藏经里面讲 为什么地藏菩萨讲说 人要离命中的时候 你把那个亡者或是病人的钱拿去布施 那会消他业障 这是真的 我自己亲自给他试过 我在弘扬地藏法门的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 我自己的家母 我妈妈要舍抱的时候 2003年7月21号插管 到8月21号要往生 那很痛苦 我就在8月15号跟我妈妈讲 我决定跟妈妈讲说 我要把他的钱放在我这边的3万多块把他舍掉 到8月18号 我就把他拿去郑洁金社 还有连英寺参攻那边去把他栽生 还有注印金书 还有放生 再少少的3万多块台币而已 但是我们布施舍掉的是那个奸贪的心 不在乎那3万多块的新台币 结果不可思议 8月18号 然后当天晚上我妈妈就来给我弟父托梦 特别提到2点2点 然后在梦中也能够讲话 我弟父问他说 你不是哑巴怎么会讲话 他说我本来就会讲话 这句话讲的没有错 朋友的结信 我们的结信 明了以后才有午晕 硕硕想行事 我们变成夜报生 悟了以后恢复我们的见闻结智 所以8月18号就来入梦 8月21号就收报了 那证明8月15号我跟我母亲讲的 要把他那个存款把它布输掉 按照地藏经里面讲的道理 他真的能够消除他的业力 就顺利锁报了 你看前后才只有几天 6天而已 那有些人就想不开看不破 就锁了那堆钱不舍 他就继续折磨 所以老和尚就讲 那只好用他的福报 他福报还在 就继续用啊 那请妇事来啊 打更好的针啊 补更好的药啊 那继续在病床上折磨 都是这样的